還帥 混 你要你 exercising 去哪裡啊? 你非常的不 accommod 你不是知道我有那個消息嗎 對吧 你不是不知道也就是說不知道 正在監督王 comigo先的啦 你在做異性不公平 那有 advent 有人監督我的平常務 jun 来同学我刚刚把我要补充的答在下面了 我们就讲这两题了 大家听到吗 我讲这两题 突然又想补另外一个 同学这一题其实跟我们180而已那题大同小异 但是为什么我特别要讲这一题呢 因为180而已那题我觉得太简单了 基本上它的难度至少会有三个平时边形去做重叠 我觉得会比较像一个正常的断口的靠地 可以吗这就是宇凡刚刚说 老师你不知道补充的那一题 我刚才才想起来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这一题就是平时边形的对边相等 然后你要去复制然后去找那个条件 同学这个没有在第几页 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们是补182页题目 你可以把它抄在182页 这是我额外自己多加的一个页数 补充go go go 这是我刚打的一看就知道了 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题是这样子的 1f等于9所以我们不免说也去写好 1f等于9这一条段是9 那再来呢我们的fg是12 中间是12 然后再来gh等于8 同学 他要问什么 他问be跟ch相差多少 大家知道我在问什么吗 你要问这两段 这个跟这个的差 有感觉了吧 比180的那题难多了 180的那动动动就结束了 这个稍微要转折一下 那我们还是要尽量把所有已知边形都写出来 听得懂吗 那我们根据他这里有三个平行式边形 这是一组平行式边形 这有一组平行式边形 以及中间的是不是又有一组平行式边形 有三组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平行式边形对边相等性质 把上面的a租写出来 这里的a租是不是就等于9加12加8 所以是29 这个其实不难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求be 这个就是下一个关键了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条边红色是要等于这一条边 可以接受 因为它是平行式边形 所以减掉9 你会得到你的be长度是20 好不好 有了吧 有感觉了吧 比刚刚182也不知道难多少 好 再来我们又要复制 这里是不是又 哎靠杯 对 这里是不是它的长度也是29 对不对 因为它这里是平行式边形 所以29减掉8 这里是21 可以吗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的be跟hc相减 它的长度相差 我们去绝对值 答案是不是就是1 20减1 20减21 这样可以吗 我希望这一题补给你了 不要觉得好像我们的平行式边形 平行的题目好像都是对边相等 好像只要算两个而已 有时候会有三个 陈俊庭你是白痴 刚刚林千燕才问过 他说第几页 我就跟你说这是补充 没有在任何一页 北七 刚刚不是有讲 然后我说如果你要抄 你可以抄在182页 刚不是有讲 刚刚林千燕那个智障才问过 你又问一次 你林千燕了 好 再来我们再多讲一个简单的小补充 刚翻到的 这个是培音的学生问的 这一题其实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有讲一下的价值 他说颅右图有个平行式边形 然后A F 垂直是猪 F 然后想问那个平行式边形 A B C 猪的面积 他给你五六八这些边长 那个八指的是猪 F 的长度 它上面有写 那这个同学我想先讲的是 这一题辅助线已经帮你画完了 你看你把这辅助线画出来 你有发现这一块红色的面积 我是可以做的 对不对 这一块红色的面积是不是就是底是6 然后高是在这边 高是8 你是不是可以底层高除2 然后得到三角形的面积 它是不是又刚好为我们基础图形 对不对 刚好等于1分之1的平行式边形面积 知道吗 所以算出三角形乘以27 就是平行式边形的面积 这一题很简单 我必须要讲真的很简单 但是它有它重要的地方 可以吗 那我写一下 三角形A B 猪会等于 1分之1平行式边形A B C 猪 所以得到平行式边形A B C 猪 就等于什么24×2 等于48 好就这样 所以这一题答案选猪 好不好 补充这两题 让各位开开眼 看一下其他地方的一些比较常问的题目是什么 当然我都没有挑很难 我都挑那种比较简单的 这一题是补充在182页 好不好 你可以自己 你想把笔记腾下来 你就自己去腾 好不好 这个我都会放在我们的官网上 好 没问题 我们就把182页补充也讲完了 所以4-2就交完了 可以 4-2我们就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会往4-3继续前进了 来 大家找一下 我们现在要翻到4-3了 4-3 这个 来 同学 接下来我们4-3其实教的东西跟国效有点像 尤其是前面 讲的是特殊四边形的一些性质 还有那些特殊四边形 我们国效就已经知道了什么正方形长方形 灵形真形 或是你叫他渊形 都有都有 还有T形 我们就是把它归纳起来 然后看一下他有哪一些长度 或是什么角度的一些性质分析 那讲义 这里一开始讲的第一个形状是人形 灵形 有些人叫人形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念 我是叫灵形 都可以 有时候我以为两个都念 好不好 你就自己去看一下怎么念 四边形相等 他的四边 所谓的人形指的是什么 四边相等才叫人形 这是定义 你一定要特别去注意 要不然你定义不知道 你就不知道这图形是怎么构成的 好 那性质是什么 就是他的对角线会相互垂直 而且评分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因为他红色的四边等长 同学这些证明我们讲义都有付 所以你也不用特别 特别再去写下来 等一下我们只要看一次 你能理解 那你回去看讲义 你也看得懂 然后这样就OK 那你证明就写出来 这个是椅子 那我们现在 把这对角线画上去 可以接送吗 对啊 你画上去 那你会发现 因为他是等腰 对吧 他等腰 你看上面的三角形 跟下面三角形 这两个根本就是两个等腰三角形 所以圈圈圈圈 诶 整腰 他腰长 一样 诶 那我好像不能这样子写 等一下我写一下 我写一个好 有 那我们可以说他直接写腰长一样吗 我可以这样吗 这样会不会 这样会不会有哪里有疑虑 他是跟我一样这样子吗 他是平行四边形 他直接说他是平行四边形 对啦 可是我是想要证明他是平行四边形 我现在连平行四边形一起证 哎呀 我想一下 所以他等腰啦 因为上面是个等腰三角形 这应该是无可厚非 下面也是等腰 哦对了 不要不要不要 我们直接说他平行四边形就好了 为什么要用那么多 这平行四边形很好说明 为什么 因为他的对边 是相等 而且他是一个特例 他的四条边又刚好又相等 对吧 所以是对边相等 就已经说明他的平行四边形 我们就可以利用平行四边形的角度条件 这是第一点 那再来等腰 这里是A 这里是A 好 角度是A非吗 那因为平行四边形对角是不是要相等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 这里是A 这里是A 这个其实蛮简单的 很快就可以写出这个性质 那我们就可以证明 呃 这样写的有点老口 直接说这两个脚一样就好了 这两个脚一样 这个是边又一样 对不对 我们正左右好了 S A S S A S 所以左右三角形全等 对不对 所以就画出这条线 好 好 再来呢 同理呢 你是不是也可以画出另外一条线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明 好 因为他是平行四边形 他的对角 好 这条线这里是不是又平分 所以这两边是不是其实相等 然后我们把它剖一半去看 好 你也可以证明这两个三角形怎么样 是不是全等 对不对 他太多东西可以说明 这两个三角形全等 他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的好处就是什么 这里平角原本180 你证明全等是不是就可以说明 他们两个是不是一人一半就是90度 可以吗 所以他的对角线会相互垂直 对角线为什么会相互平分 因为他是平行四边形 我们平行四边形以前就讲过 你就证明左右三角形全等 你就可以证明他的对角线相互平分了 所以就这么简单的事实就被剩出来了 好不好 可以吗 好 简单讲解 首先要再讲的是 左右的浅蓝色两个三角形 你证明他全等着他的对角线 就会相互垂直 而且他平行四边形 所以他对角线就会相互平分 大致上就是这样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菱形 他是个线对称图形 什么叫线对称 就是他有个对称轴 这样子左右对角线画出来 就是他的对称轴 这是很明显的 再来第三题 他说菱形的面积等于两条对角线 乘积的一半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今天你拿AC跟B株相乘 除以二 就会刚好等于这一块菱形的面积 等于菱形ABC株 可以吗 这个证明我们讲一这里有写 但是我觉得这个写的实在有点low 同学他好像讲的好像仿佛只有菱形有这样子对角线相乘 除以二的性质 其实完全不是的 我们现在利用这个空白 大家抄一个笔记 有在听 来我们这里抄一个笔记 什么笔记 就是只要两对小线垂直 你就可以直接相乘除以二 然后求这个四边形的面积 他不一定是要什么特别的四边形 随便只要垂直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起始点就变成这样了 要连起来 让我画得不够好 我们画扯一点好了 这样子 好 这样子看得出来吧 前提是垂直 陈坚廷不要发呆跟着画 张恩浩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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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说明他的面积了 那我们要做证明 我想看怎么写会好一点 我想一下 我想到了 我真聪明 同学 我们这里有一个比较猛的证明方法 来同学 我们可以把它补成一个大的长方形 来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哎 亲眼亲眼有在听哦 陈坚廷陈坚有在吗 陈坚廷 陈坚廷你能不能在听啊 陈坚廷 讲话 张恩浩有follow上 张恩浩讲话 有 有吗 要讲话吗 来同学 我们现在要证明的是对角线的相成 就是它的面积 除以二就是它的四边形面积 你看哦 上下这两个 因为补成长方形的关系 是不是面积一定一样 因为它就是对角线直接划分 两个长方形 就是长方形 然后画对角线 那上下就是全等三角形 这两个图形是不是也一样 这两个是不是也一样 这两个是不是也一样 可以接受吗 所以我们只要说明中间的蓝色的面积 就是它的 不用说明了 就是说中间的蓝色四边形 是不是就是外面大的红色长方形的面积一半 对吧 很明显 因为它们都上下全等 你看 假如今天我叫对角线 里面这一半叫AB 分成两段 这个叫AB 然后这一段我们叫C租 这样可以吗 注意 垂直是前提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一个表示成什么 是C加租 那这一个你是可以表示成什么 A加B 对吧 那里面的四边形 四边形 四边形 所求 要了解 所求 所求 是不是等于 等于1分之1的长方形面积 是又等于1分之1的A加B C加租 对吧 就是长方形的长宽相乘 对不对 那你发现了吗 A加B是什么 不就对角线 C加租什么 不就对角线 所以就等于什么 对角线 然后乘积除以2 所以呢 讲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我想告诉你的是 并不是只有菱形才有对角线相乘除以2的性质 基本上 只要你的对角线是垂直的 你都可以使用 好不好 就没有限定是哪一个四边形 好不好 可以吗 来到这边 应该都还有follow上 那我继续往下了 如果太快什么的要记得叫我停 要不然我就一直写下去了 好 再来我们讲下一个 我们的菱形的性质判断 菱形性质判断 它的对角线会相互平分 因为它有 这个等于这个等于这个等于这个 这四块三角形其实都是全等的 好不好 这个蛮好证明 所以它的对应边就会分别的相等 所以它对角线会平分 而且会垂直 好不好 大家就自己去看一下 好 再来 这里提了一个新的图形叫真行 所以真行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渊行 可以吗 大家有听过一句 就是 大家有念过一篇古文叫肉世民吗 就是它有讲那个渊飞立天愉悦于焉 有听过吗 渊飞立天愉悦于焉 有听过吗 草 到底有没有听过 算了 好 那什么叫真行 同学大家有看过风筝吗 就是从前有一个人叫张恩浩 对不对 然后他有一天在下一天的时候脱光了衣服 这边打马赛克 我们不能看 好 就这样 然后他眼前脱光衣服 然后在风雨焦家的一个 日子里面 然后他就放风筝 对不对 然后后来他被闪电批到 对不对 就一道雷这样打过去 然后就 然后全程通电 这就是张恩浩的故事 这是真实故事 然后我都下面毛毛了 那是马赛克怎么下面毛毛的 你们讲那种变态的话 不然我要画出来是不是 就这样好不好 那上面这个图形 重点是在这个风筝 张恩浩其实不是很重要 张恩浩不重要了 那他这个风筝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画的 是张恩浩 看 怎么变菱形了 他的针型是这样这样这样 诶 诶 那我这样画了 诶 那这样不行 诶 什么东西 啊 这个 这个软体 这个问题 哦 这个可以调整吗 不行 对不对 哎呀 行吧 好 我自己画 我自己画 哦 烦哦 什么烂东西 等一下 诶 等一下 我快画完 我快画完 我可以 我可以 我一条一条画都可以了 好 这样子 这是所谓的真心 他的特性是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定义 两组0边分别等长的 四边琴我们称之为真心 所以两组0边呢 那就指旁边的叫0边对吧 像你住你家隔壁的叫什么 叫邻居 对不对 可以吗 好 依次类推 好 这两边 然后呢 下面这两边相等 好 就这样 那他的性质是什么 就延伸出来才叫性质 他的两对角线会相互垂直 而且有一边会被评分 那再来呢 真心的面积会等于两对角线 呃 成绩的一半 也就是说他两对角线是不是也垂直 因为他垂直才可以两对角线 相乘除以2 就像我刚才上面画这个一样 可以吗 好 那我们接着讲 那怎么说明这几件事情 其实也很简单 同学 你看到这个图形后 你会有个冲动 好想把这个一半把它切下去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线对称图形 因为它是一个线对称图形 左边红色 右边左右红蓝 红蓝 这样子 就是刚好切一刀 你会发现它是不是一个SSS的全等 对吧 中间共用红色红色蓝色蓝色相对应 所以它是一个左右全等的图形 那既然全等的话 那他的脚啊什么是不是 左半边跟右半边都是会对应的 好 这是第一个 再来我们再切一刀 把它第二个对角线画出来 因为全等的关系 所以你从顶点 然后往下做高 从顶点往下做高 这是不是自然就会对分 接着我要讲什么吗 可以接受吗 不知道我在干嘛 大家知道我在干嘛 可以 好 这是一个做证明的方式 那你就做完了 好 就这么简单 那你说老师那有没有办法说明 它是做高 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 这不一定垂直 我们也可以讲一下 这为什么是垂直 来咯 好 分析一次给你听 首先刚刚已经说明了 这两个角是不是对应角 因为左半边的三角形 跟右半边的三角形 好 这是第一个 好 再来它这里是不是SS对应 这里是S 这条边也是S 好 再来 还有没有 左右半边一样 想要看 还有哪里 还有啊 这共用 所以是不是SAS就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假如给它一个名字好了 A B C D O 好 假如A B C D O 所以 B O C 三角形 是不是也全等于三角形 这个是根据我们的SAS性质 所以这两个角合起来是180 所以一人一半是不是就垂直 可以吗 那刚刚又证明说 下面两个三角形 左半边跟右半边又怎样 是不是全等 所以这两个是不是就会平分 但上下很明显是不平分 不等长的 你就不用正 那我要讲的是什么 你要我要讲的是 左半边的三角形 它的对角线 是有一边是会平分的 好不好 你要特别注意 那面积呢 因为它中间是对角线垂直的状态 所以可以用对角线相乘除以2 可以吗 好 好 就这样 然后这个就是它写给你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关键检视 来关键检视 我们请 不用请 我自己写 简单了 太平行四边形的内角60度 则平行四边形为0形 平行四边形的内角60度就可以说它是菱形 真帅 你看 来这里60度 这里120 它是菱形 拎个屁 它的对面又不一定要等长 所以这个很明显是错的 完全不知道讲什么 再来菱形的任何一条对角线 可以将面积平分 哎呦 这个好像是对的 你看 因为是菱形的关系 你画任何一个对角线 上下两个三角形全等 你画这一条对角线好了 左右两个三角形是不是全等 所以将面积平分 应该是正确的 好 再来如右图 四边形ABCD 然后他说角1等于角2 角3等于角4 所以AA 这是AA 中间是S 所以ASA全等 所以上下两个三角形是全等的 他说这就是个零形 零个P 我们只能说明上下两个三角形全等 所以是它的对应边A B跟BC等长 然后你的A珠跟我们的C珠等长 你有办法说明你的红色跟蓝色一样吗 没有 因为我们刚才不是从这里切说左右全等 我们是上下而已 所以没有办法说明它的红色跟蓝色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题是错 我们只能说明它是一个什么形 来 我们请林千燕帮我们回答一下 请问我们只能说明它是什么形 可以告诉我吗 林千燕 我们只能说明这个形是什么形 江柏阳 江柏阳行星 不要再睡了 林千燕 说明这是什么形 林千燕 他说是一个四边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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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死了 同学 林边相等 我们只能说明它是一个真形 哦 应该有主字旁 我写错了 好好 就这样 好 再来所有真形的对角线 没有说所有 真形的对角线会互相垂直平分 错 我刚刚讲它只有谁 真形的对角线是不是只有一双对边会平分 对吧 知道我来讲什么 只有这一双会平分 这一个很明显 这是一大一小 就会不等场 可以吗 好 就这么简单 然后这些答案是叉圈叉叉 好 再来我们要讲菱形的一些基本形 这个很简单 这甚至有点不想教 他说你看菱形 菱形的话 是不是不外乎就是什么 它的四边等长 现在给的就是长度条件 所以我们一定是往四边等长去做发想 然后B珠是 写快点好了 B珠是2x加6 然后CO是x加3 然后AC ac43x-7 然后求x ac43x-7 然后求x 我觉得这个有点烂 讲实在真的有点烂 为什么 因为照理讲两条对角线 我们知道菱形的两条对角线怎么样 可能有一短一长 对不对 可以吗 可是现在这个比较特别 我觉得这一提出的不是很好 这个是x加3 你有发现整条2x加6 它的一半是谁 是它一半刚好也是x加3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两条对角线都评分的情况下 对不对 这样子 这个也是x加3 所以它的对角线都一样 它应该是一个正方形 它应该是一个正方形 我觉得这一提出的有点无聊 x加3 然后表情看到的 它应该是要 没事 我把他想太多了 你看这x加3 它的对角线评分 所以这里是不是也是x加3 对吧 这样就好了 我们不用发现这个事实 两个都x加3 所以2x加6 只有等于3x减7 对吧 两对角线相等 我写一下原因 ac会等于两倍的oc 那你就会得到 数学老师的坚持 s等于13 然后是第一题 那再第二题要求b租 那b租跟ac又刚好一样长 所以b租刚好等于ac 然后等于多少 等于2乘以13加6 所以是26加6 26加6 32 好不好 这一题我觉得有点无聊 蛮简单的 好 那来我们要讲菱形的对角性质2 有角度问题 那角度的话 因为菱形这个平行是 怎么了 A4 你要抄是不是 对 你要抄你就讲 别去 我们可以缩小一点 这样可以吗 看不到 那我边讲第二题 他说菱形它是abc租 然后b租是对角线 然后给你一些角度的条件 像cb租跟我们角sb 然后想问那个角abc跟我们的角a 同学我刚刚已经讲了 因为菱形你这样对角线切分下来 它其实会产生上下两个三角线的全等 对吧 这是一个可以用的性质 那再来 你如果这样子切 它是不是左右有全等 所以你可以知道 这个角其实等于这个角 这个角是不是也会等于这个角 这三个 跟这四个角是不是其实都一样 对吧 对吧 这四个角其实都相同 所以有很多东西都可以用 像cb租跟角a租b 这两个就一样 因为它是平行的 你可以用平行去想 你可以用等号三角形去写 是太多写法了 王晶宁可以吗 往往下一点点了 王晶宁又死掉了 可以的 来平行的关系 所以这两个角是要一样 对不对 因为它是平四边形的一种 平四边形不见得是零形 因为它边场不见得等长 但反过来讲 零形它已经经过严苛条件的验证 所以它至少是一个平四边形 要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 哪一个属于哪一个 好 cb租 好 来写下 所以角cb租等于角a租b 这就很简单啊 7x加2等于10x-22 所以你的X3X等於24X就等於8嘛對不對 然後8的話你就可以求出其中一個角 我們把一個角算出來好了 A租B等於10乘以8減22度 80減22度所以是58度 58度金門高樑 那這裡是58度然後ABC ABC就是兩倍的58嘛 這是很明顯的 第一小題 所以當然就是116度 這樣子 這第一題 角A幾度 因為它是等腰三角形 這個等於這個 因為四邊都相等 所以它是等腰三角形 那要求頂角 但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你也可以用什麼 你也可以用平行四邊形 對角互補 也可以 挑挑大路通正確解答 116 這個是就是它的補角 對不對 因為這兩條線平行 那不然你用補角好了 角A等於180 減掉116度 所以答案是64度 到這邊可以嗎 有沒有聽不懂的 好不好 好不好 這兩題 我覺得偏簡單 角度 跟那個邊長 有寫跟沒寫一樣 但是就是這麼基本 它會到那種要問那種幾何 那種有機型有聯繫 然後混在一起的那種 會比較難一點 好 來往下了 再來真型的面積問題 真型的面積問題 我要直接秒殺 因為太快了 太簡單了 AB是15 AB15 然後AO是9 同學 同學 對角線會垂直 這個如果你沒有寫出來 你會非常的難算 因為你也不知道要怎麼做 但是如果你知道 中間的兩對角線是垂直 你知道有這樣子的性質的話 就是就可以用B4D 你去求出我們的BO 好來第一條 我們先求BO BO長 同學 我們之前有講過 我們在這邊簡單的複習一下 159 像這個一看就知道 跟B4D有關 你不要急著去算 你應該先去看看 它可不可以化成一個比較小的三角形 做等比例 對吧 AB 不要寫ABC 來這裡約分 15跟9約分是5比3 對不對 然後這是4等分 所以5跟15是差3 3跟9是不是也差3 所以這裡應該再講等比例放大就好了 你不用再去求B4數 所以這一題答案就是12 可以嗎 好 知道我們的BO出來了 BO就是12 接下來你要怎麼算都可以 你可以先算一個三角形面積要乘以4 你可以用兩對角線相乘除以2去算 好不好 挑挑大路通正確解答 因為這個章節一直強調對角線 我們就用兩對角線去算 來AC乘上文的B數 然後除以2 是不是就會等於什麼 9 2 18 然後乘上 多少 12乘以2 然後再除以2 約分 18乘以12 多少 192 196 196 對嗎 96 12 826 8 不是耶 6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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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好不好 這是我們第一小題的答案 可以嗎 不要忘記要除以2 因為是兩對角線 再來第二題 他說 一個真型 真型 然後 Q P跟PS相等 這是廢話吧 這就是0邊相等 0邊相等 我覺得他寫真型的話 就不需要再寫0邊相等 除非他不附圖 不附圖的話 我覺得寫就可以 再來 他說 他說角QPN是45度 我跟你講同學 在這邊 你看到角度的時候 有時候跟面積有關 你要先去思考 他是不是一個特殊角 像45度的話 是跟1-1-2有關 1-1-2 像30-60-90的話 可能就會跟什麼 1-3-2有關 所以你都要往這去發想 對吧 他是一個特殊角 就有機會用這種邊比關係 去求出他的高 或者是他的斜邊 或者是他的底邊 都是有可能的 再來 QS等於QR等於10 QS等於QR等於10 靠腰 QS等於QR等於10 他是一個正三角形 然後問他的面積 所以我們可以分成兩階段 我們可以先把上面求出來 下面是不是用正三角形面積公式去求 對吧 可以這樣去思考 好 我開始寫了 首先 首先他是一個特殊四邊形的內角 45度 那我把這個放大好了 同學我畫得不太像 等我一下 哎呀 怎麼奇怪 可能畫畫畫那麼醜 這好一點 然後PQN 他是不是說這45度 QPN45度 所以這45度 所以就有1比1比根號2 這個一定要去想喔 因為這個很常用 1比1比根號2 長這樣 他給的是QS 所以這裡是10 這裡是10 這一半就55 這是10 大概是這樣 1比1比根號2 然後這裡是5 那這裡是不是也是5 對不對 所以上下面積就可以求了 那我們看上面的三角形 三角形 Q 這是5 QPS的面積 就是2分之1的 10 乘以5 所以答案是25 好 上面的三角形面積出來 那下面三角形 三角形 QRS 他是一個正三角形 因為三邊長等長 題目給的 所以可以用正三角的面積公式 4分之根號3A平方去求 所以答案是25根號3 這樣可以嗎 4分之根號3A平方 你沒有記的 我覺得也可以記一下 那你就要去推 那他要推也不會很難 因為正三角形的三邊長就是什麼 這是三邊長 他的內角是36 19 所以就1比剛號3比2 然後你也可以推得出來 好不好 那把這兩個面積加總起來 就是我們今天的結果 所以我們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 所以答案就是 第2小題答案就是25 然後1加根號3 好不好 我就把它寫在一起 來到這邊 有沒有問題 來到這邊 有沒有問題 來沒有問題的話 打個加1 來沒有問題刷個加1 好不好 快快快快快 刷個加1 要不然我們要繼續 大家會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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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不是還好 是不是還不會累對不對 那我們再講一題好了 好 來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去 大會累嗎 沒有大家刷加1 聽得很清楚 很明白 那很好 那我們就保持這樣的氣勢 我們再講一題 來我們看一下 來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我們的第4題 好嗎 我多講一點 第4題它的菱形ABC株中 對角線AC跟B株相較於1.O 然後BE等於株F 然後請說明它是四邊形 它是一個菱形 那菱形的話 我們通常都要去說明它的那個 不要白白 不要白白 掰個屁 我們要說明它的四邊等長 好不好 這是一個基本的 我們來看一下 外面是菱形 然後說裡面 我們先把這個長度相等畫出來 大概是這樣 然後BE等於株F 所以這個相等 為什麼它不能變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 如果今天BE等於株F 如果我可以說明這兩個三角形全等 是不是就結束了 因為它的對應邊AO跟我們的AF 是不是就會相等 那同樣的道理 EC跟CF是不是可以用上下 下面三角形兩個全等去做證明 對吧 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怎麼說明這兩個三角形全等呢 同學我們可以用一些平易四邊形的性質 就是它的角的條件 因為菱形就是一個條件更嚴苛的平易四邊形 那我們剛才其實有說明過了 這兩個角是相等 而且上下兩個三角形菱形是全等 所以這兩個角其實是怎樣 分別也是相等 而且它還是等腰 講等腰就好了 也不用講那麼多 因為它等腰三角形 所以這兩個角全等 紅色跟紅色一樣 藍色跟藍色一樣 是不是SAS全等 對吧 它的對應邊AE就等於AF 所以同理可證 CE等於CF 所以四邊等長 極為菱形 好不好 這就是一個脈絡 怎麼想得到了 因為一開始紅色是我的移植條件 藍色是Target的 所以我會試著去找這兩個三角形 因為紅藍一開始描述的三角形 就是剛好是這兩個 所以我就會從這裡去出發 好那我們開始囉 AB等於A珠 這個是菱形ABC珠 題目給的 再來第二個我們的角ABE等於角A珠F 然後因為三角形AB珠等腰 好再來第三個 BE等於珠F 所以經由Bi123 我們可以推的 三角形ABE全等於三角形A珠F 這個是我們的SAS全等 好大致上就這樣 那就可以知道它的對應邊 我們的AE等於AEF So同理可證 By the same way the same就是相同的 用相同的方式 位 就是相同的方式 位這邊不是路 是方式 然後你會得到C1等於CF 這個我們叫B點 這個叫第二點 所以四邊就等長了嗎 By12 可以得 AE AE CF 為 我用畫的好了 Is菱形 這樣子菱形 平時菱形其實大部分人都畫 可是菱形好像很少老師會說 這個可以用畫圖來表示 我自己去抓一下老師的尺度 我說尺度不是脫衣服的意思 我說是圖畫的標準 然後原因是四邊等長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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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哈囉 來 同學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同學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來同學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同學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就繼續再講了 好 來同學來如果你覺得OK的話 拜託刷個加1 然後等下我們出個作業我們就要下課了 來 OK的話刷加1 快快快刷起來刷起來刷起來 快點快點快點 我要看到你打加1 要不然我就不出作業 不出作業我們就繼續講 快點 好詹波洋可以 那我們就繼續 可以嗎 你今天中風了 黃雨凡 黃雨凡你這裡聽得懂嗎 雨凡 雨凡 可以 可以 好我們出個簡單的作業 我們下次應該就會把43講完了 好大家不要太緊張 我們就這樣淘淘 學校作業如果有問題 我跟各位講一下 禮拜六我會通常都會有個直播 我會在直播上面會回答學生問題 如果今天你有看到禮拜六在直播的話 你可以直接利用那段時間來問我問題 我是閃不掉的 因為你會直接跳出我們的直播訊息 我就知道回答你的數學問題 好不好 可以嗎 我們出個作業 我們作業應該可以寫了 看一下43我們可以寫什麼 可以把基礎的都寫一些 可以寫吧 我們上的沒有很多 這樣子寫你會不會討厭我 算了啦 我們不要寫43 4之2應該還有一點 4之2是不是金手寫差不多了 好像還剩一點點 我們來看一下4之2金手可以寫 把它寫完好了 4之2看一下 4之2好像剩一些些 好啦我們把4之2寫一寫就好 4之2你寫193 194 還有195 好不好 193 194 195 還有一頁我剛好看得到 就這一頁 189 189 193 194 195 好不好 把這四頁寫完 然後作業等一下我會打在我們的群組上 不用等一下我現在就把它打在群組上 作業 189 然後 193 193 到195 可以嗎 好不好 辛苦各位了 今天課就上到這邊 不好意思我再用大家一點時間 我想說我把那個提獎一次把它講完 比較完整一點 那注意喔 禮拜六的時候我們會隨時直播 還有上次 下次上課時間 跟這一次的 一樣是9點為止早上 好不好 就這樣 辛苦各位了 那有問題留下來 如果沒有問題 有時候直播幾點嗎 如果沒有問題可以先 好嗎 謝謝